中国古代有许多传奇的预言,比如唐朝袁天罡,李淳峰的推背图,三国诸葛亮的马,钱客,明朝刘伯温的烧饼歌等。 而有一个流传了千年的神秘预言,比其他的古书都要早,它的名字叫《乾坤万年歌》,这部预言是由江子雅所创, 他深谙乾坤之道,精通八卦和占卜,随着2024年圣人将士的话题的涌现,人们发现江子雅的预言似乎已经预示了这一重大事件,更令人惊讶的是,他竟然精准地揭示了这位圣人的出身,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个乾坤,万年歌的预言,到底预言了什么? 江子雅,这位历史上的传奇人物,相信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那句广为流传的俗语, 做人不识江太公,跃尽史册亦枉然,便是对他卓越智慧和深远影响力的最好诠释, 在人生的道路上,他以大气晚成的姿态,书写了一段不朽的传奇, 即便是在年于七十的高龄,他依旧默默无闻,只是渭水边的一个普通老者, 然而,正是这位看似平凡的老者,却为我们留下了《乾坤万年歌》这一部预言奇书, 这部作品以其全面而详尽的预言内容,赢得了《中国古代十大预言》的美誉, 它的预言范围之广,时间跨度之长,都令人叹为观止。 据说,这部作品从遥远的西周开始预言,一直延续到近代,横跨了数千年的历史长河, 值得一提的是,传说中,有人曾将《乾坤万年歌》中的预言打乱顺序, 但经过一番整理后,人们惊讶地发现,其后段的预言与另一部著名的预言书《推背图》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这不仅证明了《乾坤万年歌》预言的准确性,更凸显了其在预言领域的独特地位。 目前,虽然我们已经解读了《乾坤万年歌》中的部分预言, 但仍有许多深奥之处,上代皆是, 这部作品的每一句预言都蕴含着深刻的哲理和历史智慧, 等待着我们去发掘和理解《乾坤万年歌》以每七字一句的形式呈现, 共计106句预言,它从女娲造人,三皇五帝的神话传说开始, 一直写道行人行义,历乾坤的历史变迁,关于2024年的预言。 江泽雅写道,时至圣人县,守执金龙部御街,金平海内中华定, 南北同归一统飞,这不仅预示了圣人的降临, 还详细描述了他的出身和使命。 那么,这位圣人究竟是谁,他又肩负着怎样的神圣使命呢? 随着时间的推进,这一切谜团都将一一揭晓, 对于这个预言的解释存在多种可能性和复杂性。 虽然人类的命运并非完全注定, 但这些预言可以作为一种警醒和引导, 无论如何,让我们以开放的心态迎接未来的挑战和机遇, 在中华大地上,龙作为我们的图腾, 一直是我们团结和统一的象征, 有传言称,会友依,各圣人带着象征物品统一中华。 安定海内外,这个传言引发了人们的猜测, 关于圣人的出身和使命。 有些人认为他可能出身寒门,来自田间地头, 有些人则从字面意义出发, 认为草、田、暗示着、苗, 因此推测这可能是圣人的姓氏, 我们来看书中原文, 相继春秋二百余,五湖云绕又疯癫, 人丁口取江南帝,经国崇新又一千, 相继春秋二百余, 指清朝统治中国有二百多年, 此后,中国又将是风起云涌的社会状态, 两分江界各保守,更得相安一百九, 那时走出草田来,守执金龙布玉街, 清平海内中华, 定,南北同归一统飞, 大陆台湾两分江界各自保守, 维持现状,彼此相安一百九十年, 一百九十年后, 有个姓,苗的掌权, 以龙的传人名义及物证, 统一中华, 清平海内外, 二百五十年中好, 江南走出昭头卯, 一物山河又二分, 姓步拳王莫显晓, 流逝江南又来返, 大好江山分两半, 设计面临存羽王, 幸好还留小地盘, 两人相鹤百盲中, 致使能人一宫, 江南江北各平定, 一统山河四海铜, 两相河潭穿梭中, 致使能人便是红, 自此南北各平定, 一统山河四海铜, 时间大致在公元两千七百四十年, 公元三千年, 二百年来为正主, 一度颠微侯上水, 别之开花果红, 复取江山如旧许, 二百年来为正统, 水侯谣传颠覆中, 别之开花果红, 复取江山归一统, 二百年来衰气运, 任君宝仲成和计, 再过二百气运衰, 竭力强宝也无奈, 水边田上米郎来, 直入长安为皇帝, 行人行义立乾坤, 子子孙孙三十世, 路上米郎图国泰, 行人行义安四海, 长安祥瑞繁荣来, 子子孙孙三十代, 我今只算万年中, 在复循环里无穷, 知音君子祥此数, 金谷存亡一贯通, 此歌指数万年中, 在复循环里无穷, 知音君子祥此数, 金谷存亡一贯通, 手持金龙不欲揭, 就是暗指, 这个人属龙, 而二零二四年就是龙年, 但是走出草田来, 这一句一直颇有争议, 有的人认为这人姓鸟, 但也有不少人说, 此人是, 从草原而来, 说起二零二四圣人出世, 大家肯定会想到刘伯温的预言, 刘伯温的二零二四年圣人将士的预言, 就不得不提大名鼎鼎的烧饼歌, 公元一千三百六十八年的一天, 朱元璋在品尝烧饼时, 刘伯温恰巧前来觐见, 朱元璋灵机一动, 将烧饼藏于碗下, 让刘伯温猜测碗中之物, 刘伯温凭借敏锐的观察力和智慧, 准确猜出了碗中的烧饼, 令朱元璋大为惊奇, 随后, 朱元璋连续向刘伯温提出问题, 而刘伯温则以歌谣的形式巧妙作答, 这些歌谣汇集成了筷制人口的烧饼歌, 然而, 值得一提的是, 永乐大典中记载的烧饼歌并未明确提及圣人的预言, 关于刘伯温预言圣人的部分, 被称为万法归宗, 据说当时因种种原因被删除, 只在佛寺中秘密传播, 最终由吉林省的农安县寺院传出, 据记载, 当时朱元璋询问刘伯温, 末后到何人传, 即末法时代后谁来传播大道, 刘伯温以一首诗作答, 不相僧来不相道, 头戴四两羊绒帽, 真佛不在寺院内, 他长弥勒源头教, 这一说法颇具佛教色彩, 末法时代是佛教术语, 而弥勒佛在佛教传说中则是 旧世人出末法时代的存在, 刘伯温还明确指出, 这位圣人出身并不高贵, 将降生在寒门草堂之内, 且其最初的活动范围主要在燕南照北之地, 即黄河以北的山东, 河北一带, 然而, 对于乾坤万年歌的真实性, 近年来确实出现了一些质疑之声, 从文字层面分析, 乾坤万年歌中大量使用繁体字, 而江子雅所生活的周朝, 主要使用的文字应为金文或甲骨文, 非繁体字, 这引发了一些人对该书真实性的怀疑, 甚至有人认为可能是后人伪造, 此外, 由于乾坤万年歌是在民国时期被发现, 而当时各朝史书已存, 有人猜测该书可能是根据史书抄写而来, 那么, 2024年是否真的会出现这样一个能够引领民族的圣人呢? 我们不得而知, 世间事件没有一定的对或者不对, 既然存在, 自有道理, 为解之谜还有很多, 究竟为什么, 科学也没搞明白, 所以对于无法考证的事情, 我们可以视而不见, 闭口不谈, 但不能说它不存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